发现这里面计划实际上跟我们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 包含民政局、社会局、卫生局、警察局 这些局处其实在刚刚我们看到去年底的这个相关的专案小组里面 都没有任何相关的因应方案 所以我在这边具体要求我们柯市长是不是可以承诺 为了超前部署 为了尽早拟定协助港人来台的 包含居留、安置、照顾相关的这些方面 组成一个跨局处的专案小组 研讨因应方案而且成立一个单一服务转线好不好 好我就请蔡务市长当专案负责人 好谢谢柯市长时间暂停 市长我想请问一下因为刚刚很多议员问过 就是关于捷运局的这个部分 那目前的话这个方案是有具体的数字吗 也就是说我们准备要负担他们亏损的部分 大概有一个数字的范围吗 大概多少有没有预估 就是这样啦我们不会去影响那个票价 剩下就等他们那个算好再我们再跟他处理 因为就是内部的问题 反正不影响市民的权利 剩下只是我们政府自己内部的问题 就是市府会亏损减少这个收入的部分吗 对不对 因为现在看起来是说要减租50%一半 那就是有可能会少大概有20亿吗有没有 没有没有那么多啦 我看不影响市民搭乘的权利 不影响公司员工的权利 剩下是我们自己内部账的 我是想要提醒市长 因为这个我希望这个之后这个 这个减租的计划要送到议会来这个审查或备查 因为呢这个公共事业本来有公共的这个性质 再来就是北捷的股份我们市府是有七成的 再来这个北捷的营收其实连年是成长的一个状况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为了要这个说要纾困 这连年成长你看这蛮高的嘛 所以如果是为了要纾困的话 我们要减少市府的这个收入的话 我认为这个这个报告内容还是要提到市议会过来 所以市长可不可以 可以 好那接下来我再问一下市长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目前扎害有准备要给这个 呃这个武汉肺炎的振兴嘛 那我想问的就是说在劳工的部分 除了这个千人防疫就业之外 计划之外还有别的吗 劳工纾困 对除了千人之间暂停 但是对我来讲我们现在的就社会局 如果你是你是什么失业的 就照目前的制度就好了 不用再去特务 所以就是只有千人防疫纾困 千人防疫就业计划就没有了 其实我们已经规划几个案子 但是现在有几个案子是因为中央的预算 包括现在的2.0 我们没有办法再用地方的钱再加进去 我想确认一下 所以会有第三个版本我们现在还在承报当中 因为刚刚副市长有说这个因为我们的防疫已经准备要解封了 所以千人防疫就业计划的人力需求已经没有这么大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方向是要转变 我先不要管中央到底怎么样 台北市有没有出了千人防疫计划之外的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看起来就要close 这不服务使用也现在没有人力这么大的需求了 那现在还有那些失业劳工未来怎么办 然后还有泛无薪假的劳工或是人等 这些是不是我们台北市要再一些更具体的规划出来 目前看不到 我们的职缺在做一些调整 即使是解封我们可能还是有其他的工作需求的时候 我们会再提出相关下一波的3.0的方案 3.0的方案 但是方向 他们正在研你 但是2.0是中央的我们不能动 3.0的部分我们另外要再提出 那是不是能够朝向 例如说失业的相关的补贴 或者是说个人贷款的部分 不要再次说人力这种 因为没有需求那么大 是不是可以朝这方向 在研讨的问题 好市长是不是可以 好可以 那这部分在之后麻烦把报告给我好吗 我希望这边就是用照顾劳工的逻辑 让我们未来劳工在这个武汉肺炎的过程中 好好的有得到 好时间到 上位